你爱的真是他吗 如果他做生意能力没你强 他长得呢 没现在好看 你还会找他吗 也会 你骗人 没有 你其实爱的并不是他这个人 你爱的是被他爱的那种感觉 你爱的是被他呵护的时候你那份 你爱的那种感觉 你爱的那种感觉 首先我们要看这段感情是否健康 你觉得你喜欢现在自己吗 不喜欢 你喜欢现在的你吗 先生 我太喜欢 我从你上场听你讲话到现在 我就一个感觉 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个著名的歌手 说了这样一句话 是不是该找回自己 男孩应该有的荷尔蒙啊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站在这儿整个就没有男人样啊 所以你现在变成了一个你自己也不喜欢的样子 我们看着也不舒服的样子 原来自己有电可以做生意 还可以追到一个漂亮姑娘 能力都去哪了 你的活力呢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变成了一个不好的样子 所以你们知道了 你们的爱情不健康 我们场上三言两语 无法去评判 究竟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看现象啊 两个不快乐的人 不健康的爱情 就不值得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精力投在上面 或者你要清醒啊 你刚才说他要分手 不行我还得去追他挽回 你还挽回什么呀 你连自己都挽回不了自己了 你都没有遇到一个好的自己 怎么可能遇到一份好的爱情 所以先去找自己 找到自己再找爱情 找到爱情不能失去自己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希望你们都能拥有健康的爱情 谢谢 好 谢谢颜老师